哈喽 亲爱的各位老卑鄙小仙女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期罗尼专家团啊 那在上一次我们邀请了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专家团的老司机啊 金融的老司机路易 那特地呢 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事情啊 同时呢 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啊 跟日本有关啊 一聊日本啊 所有的中国人都高兴了啊 期待着蹉跎小手啊 我们最喜欢聊日本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主题从哪里开始 也是从最近的一则新闻开始 那在20日的时候呢 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哈 亿美元兑换129日元 这是20年来最新的最低谷 那么日元的狂穴在这个事情上一度呢 和日元的本身的黄金啊 日本的黄金 形成了一个反差 就是日元在狂跌 但是日本的黄金价格在飙升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有有这个不少人啊 都都都在怀疑日元不能避险了吗 啊 为什么大家都在拿日元当作一个避险的货币 这个今天我们有请路易来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日元会前世今生会变成一个避险货币 而到现在为止 日元又为什么不安全了 那大家都去买黄金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特地也说一下在本频道的这个日本的观众啊 也不断的给我发来消息跟我说啊 说是日本啊 现在能源价格飙涨啊 他们都表示说啊 现在涨得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我们有请我们的这期的节目的嘉宾 加拿大的路易 路易 大家好 我是路易 文您好 这个这次的这个日元的这种狂泄 然后很多人都说日元不再是一个避险的货币 你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次日元会狂泄呢 主要原因来自于哪 呃 我想主 先谈一谈 为什么日元是个避险货币啊 大家都知道总共世界上有三大避险货币 就是美元 日元和瑞士法郎 美元是因为它有一个霸主的地位 是背后的国家和军人实力支撑的一个避险 那么瑞士法郎和日元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就是你去看现在两个国家的利率都是负的 所谓这个避险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不是说这个货币它比较保值 对于日元和瑞士法郎来说 它之所以避险就意味着它可以用很低的一个利率来借出日元和瑞士法郎 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的货币或者怎样 这样一个较低的汇率使得它这种购买日元的成本比较低 同时日元和瑞士法郎这个利率是稳定的低 这个可预期的低 不会突然上涨利率使得我的借贷成本增加 稳定到什么时候 瑞士法郎10亿 它已经长年是负的0.1 好像是日本是负的0.1 瑞士法郎 瑞士应该大概是负的0.75左右吧 现在全国加息 全世界加息这种大背景下 这两家洋行还是稳定的一直保持不变 您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你要如果买一个班里的同学 一定谁学习成绩会上涨 那你一定去买倒数第一 因为它没有下跌的空间 只有上涨的空间 所以日元它的避险属性是这样的 至于为什么这次暴跌 我觉得其实日本政府 自从它经济由盛转 摁摸崩动以后 它一直希望日元进行贬值 也就是说日元这次这种暴跌 某种程度是日本政府乐见其成的 换句话说 日本的这种日元那种暴跌 对日本的经济有很好的影响或刺激 所以说不能说我们看到日元暴跌了 就是说日本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或者很大影响 某种程度政府是希望日元继续跌 我想日元可能政府可能希望它跌到140或者多少左右 这个可能会帮助它摆脱现在的某种经济困境 按照我的认知啊 如果你的日元这个贬值了 那你进口的成本就会提高 那你物价自然就会涨 所以这就聊到了我们上一期有点像那个就会导致你通货膨胀 对 但是日元这种经过了疫情前期这种大肆的这种放水以后 大量的浪化宽松以后 实际上它的通胀率只有0.2% 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空间来继续让日元进行贬值 物价进行上涨 同而对经济产生一个很好的刺激 这也是日本的政府希望能够达到的 在通货膨胀率没有上涨的情况下 某种程度来说贬值对它来说是个有利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这是日本政府在刺激经济下的一种调控手段 对因为货币某种程度金融战争就是货币战争 就是在金融系统里货币是最为复杂的 而且货币对一个国家间接的影响也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上涨有上涨的好处下跌有下跌的好处 至于到底是哪一个有更大的好处 那是政府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去横 整体的综合的考虑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能说汇率跌了就一定经济就不行了 也不是说汇率涨了就经济就是好 我想日本的经济某种程度 这个日本优胜转转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个货币上涨 有的时候往往并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按照日本的这个历史来讲 因为我本人不是很了解 日本它是一个怎样的经过呢 我们可以稍微说的远一点 就是说一个稍微有点题外的话题 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日本的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结构 我们从二战结束以后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其实对日本有一个很较为清晰的定位 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在日本或者在亚洲或者东亚地区 工业排名相对靠后的一个国家 防止它再次崛起 再对美国产生威胁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日本应该感谢中国 因为当时朝鲜争发生 抗美人潮战争发生 美国突然间发现它为了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对手 它必须在东亚地区有一个前进的军事和固资的这么一个基地 那么同时应该可以说日本的经济的再次站起来 或者说再次能够从被美国这种轰炸的一片费金楼站起来 应该感谢中国感谢朝鲜战争 所以那时候的经济四小龙吗 同飞 那时候还没有 星期四小龙同飞应该是大概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 这个是大概就是1950年 1950年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来衡量一下 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朝鲜战争对日本的经济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1953年的时候 斯大林去世曾经产生过一次日本股市叫做斯大林大跌 就是日本经济还怕 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退出朝鲜战争 使得朝鲜战争迅速结束 那么这个战争的停止 使得它经济失去了上升的动力 所以产生了一次股市大跌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都知道 朝鲜战争对日本的经济当时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其实是应对前苏联的威胁和扩张 美国不得不去帮扶日本 使日本的经济腾飞 更主要的说应该是中国 就是应该是中国的这样的 在朝鲜战争中跟美国对抗那种 就是这种实力的体现和结果的体现 使得美国必须要在朝鲜战争中 或朝鲜战争以后 将日本成为一个对抗中国和苏联 在东亚地区这么一个威胁的一个桥头堡 所以他必须要把日本扶植起来 也放开日本的经济 这是美爹一手策划的 然后说到这我就想说一个 十分著名的一个人物 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熟知的日本的一个前手 叫安倍金三的外公 暗信介 就是暗信介当时是日本 然后经济的总负责人 后来变成首相 那么是他一手策划了日本 从朝鲜战争以后 这样一个经济的崛起 那么这一点又比较有趣的时候 也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大家讨论的 就是其实暗信介它是一个计划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很推崇苏联的这种计划经济 他给日本设计的战后崛起的路径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计划经济的形式 就是以举国之力 重点行业钢铁中华工行业 举国之力 大概是一个五年计划 或者你可以想象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对内有一个分工 就是对内不要就竞争 要求六大财阀分好工 各自管一块 内部之间不做一个很激烈的这种斗争 你可以理解为 日本的叫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不过是他用财阀代替了国有企业 然后这样一个计划 这样一个经济结构 使得日本经济迅速同飞 在1964年东京安卫会举办以后 1968年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强谷 十几年从一个所有的工业被炸的废墟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日本又再次站起来 这段时间日本人那种民族的好感 成为那段时间的出生的孩子 都叫昭和男儿 对 是的 日本的那个国家的信心 也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站后 慢慢开始恢复 对对对 那么在暗信节之后呢 就是我想说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打破一个迷思 就现在比如说我们中国 很多人一提起来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坏事 实际上你展开来看 几乎现在咱们刚才之前说的亚洲四小龙 或者是像中国改变开放的崛起 其实都得益于了计划经济 或者是那样计划经济一个体系的一个 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光 你比如说韩国 或者说像台湾地区 新加坡 以至于中国改革开放 其实你仔细看它腾飞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采用了举国体制 计划经济 对内进行一个严格的分工 对内部竞争 而且举国体制向国外进行扩张 这其实都是一种苏联的模式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市场经济来说 哪怕日本现在 但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西方那种市场经济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内部惨法 计划分工和对外这种扩张一个综合体 所以说我们不要有一个迷思 就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比计划经济好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和一个结局结构 都有它好的地方和好的时间 适用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要二极管的思维 非黑即白非好即坏 所以我经常想到那个点 就没有一个好的体制 坏的体制 只有适合你的体制和适合你的方式发展方式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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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日本经济后来就是1960年以后 70年就开始美国就从1968年 它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美国是有了一个直接的威胁以后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你争我夺 然后就开到开始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个 现在大家经常会提起的 一个引导日本由胜转衰的那么一个协议 叫做广场协议 大家认为是因为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强迫日本的这个日元汇率迅速上涨 使得日本经济由胜转衰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或者客观的看一看这个过程 你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那么欠时偏有点偏土 因为首先这个广场协议不是美国强迫日本去签的 而是日本政府也好 当时是五个国家 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 五个国家的财长一起来签的 都是你情我愿的 大家都抱着一个有着自己通过这个协议 达到自己的希望 或达到自己要求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签订了以后 汇率确实是上升了 但是你说是因为签订广场协议 汇率上升导致了日本经济关窥吗 我可以举个简单的反例 就是因为同时签订了这广场协议的联邦德国 它的汇率跟日元一样上升 但是联邦德国的经济没有像日本一样 有胜碱衰 有膨胀到爆破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这样汇率上升而导致的结果 其实归根结底是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骚操作 以及美国通过其他的途径对日本进行打压 才出现了后安的一些类的情况 我们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 签完广场协议以后 日本的经济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说日本是一个特别勇于向其他国家强者学习的这么一个国家民族 他在二战争期间他学习英国 结果被按倒了以后 他在崛起之内学习苏联 在崛起以后 他在这种变成一个制造业强国以后 他想学习美国 想成为一个靠资本输出 靠这种专利靠着一系列的那种 伸出向全球伸出出脚的那一个国家 但是他有着 应该说就是有着公主的病 却没有美国这样公主的命 所以他当时 所以他当时在签订广场协议的时候 他是希望通过日元的上升 而使得他能够有更多的资本去投资海外 去用资本的角度控制更多的全球的经济 也就是说他不想仅仅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他想作为一个经济上的霸权之一 那么日元上涨以后 他的骚托作开始了 他迅速的降低了利率 发在这个市场里投资了大量的日元 然后确实那段时间 不论是日本政府 日本的企业 大财阀 还有日本的消费者 确实在全球市场掀起了一片买来买的风场 无论是各种的矿产 资源 房地产 以及名车 名包 名表 都被日本横扫一空 应该说 你之前的那期的话来说 就是增加了它的流动性 大家都把钱拿出来了 花了开始 而且同时 你又日元增值了 我日元增值了 我又发了 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次第上的消费 同时 整个账阳泛滥的资金 感觉突然间大家谁都特别有钱 就是你可以轻易的去贷款 企业又轻易的贷款 大家都在烧 烧了以后 就是某种程度就自我膨胀了 使得日本的股市 房地产市场也迅速的膨胀 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市场膨胀到用什么程度呢 有人作为一个简单的类比 在东京 日本皇宫 那么大的房地产的价值 可以买下当时所有的加拿大的房产 东京那么大的一个区区的房地价值 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皇宫那么大的一个房地产价值 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当时的房地产价值 东京那么大的房地产价值 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你可以想象当时日本 这个房地产价值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 而且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是 就怎么说呢 就是我卢迅曾经说过 越前世纪灭亡 越前世纪疯狂 日本当时已经疯狂了 日本当时这种家庭主妇买名车 名表 名包 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潮流 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同时日本为了刺激消费者 推出了各种各样适合当时那种情况的产品 比如说 果金箔的寿司 一系列这种香精的这种食物 果金箔的食物 同时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当时连陪酒的舞女 或者是类似这种重生那种行业的女性 在回忆路上显示 当时经常会收到客人 以万美元为计算的这小费 但没有其他任何实质服务发生的前提下 所以说那个时代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 那这是万物相襟的时代 同时也许是日本男人最大方 最阳刚的那么一个时代 就是昭和男儿 是这样的 感觉好像那个时候都在怀念那个时代的感觉 现在的他们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是脱离了正常的经济一个层面 这种迅速的膨胀 导致了严重的日本内部的通货膨胀也好 或者是使得日本的出口企业 现在出口效率变低 然后日本发现这个问题 它没有及时的去对这样一个过热的情况 进行一个干预 而是耐心的 精进的 一直等到了1989年 在那个时候突然 日本意识到这个经济过热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 这个时候又体现了日本一个 比较僵硬的这种民族性格 它同时就反手 特别迅速的升高了它的利息 将这个泡沫十分图暴的 强硬的迅速的不按节奏的给通破了 顿时日本的股市房地产市场迅速崩塌 整个经济就开始逐渐下滑 日本就像一个高速的列车 突然间出到了障碍 然后就开始快速的下降 速度 前进速度快速的下降 这不是下降 这是有一种脱轨的感觉 对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日本政府日本央行的骚骚搜又来了 它一直放任不管 同时反向紧缩 就是你经济危机的出现时候 咱们可以理解应该为了晚 使得经济危机不会特别严重 我要反向的经济冲一下 日本政府没有 它在背后又推了基本经济一把 进行一个紧缩的这种财政经济 紧缩的货币经济 一直到经济危机发生了10年以后 也就是大概是2001年开始 日本政府突然觉得这样不可以了 它突然间觉得这样不行了 然后开始了量化宽松 这么一个用积极的这种货币政策来刺激日本的经济 这种日本比较僵化的这种改革 或者僵化的财政控制 体现了日本有一种 我不知道是准确的这种性格 就是日本是一个在细节上是魔鬼 但是在大局上很弱的这么一个民族 就是它会在细节上挖出各种各样的花 但是这个大方向是否正确 或者这个大方向是否适合 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关注 或者没有太多人去重视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日本的商品也好 或者商品 它有很多特别细节 满足各种细节的东西 这个我印象非常 他们做那个小的东西 做的非常的细 几乎所有的你的那种想法 都考虑到你没有考虑到的 他都能考虑到 但是真的是在大方向 确实是我有点 就是之后日本这种央行 认准了宽松这条路以后 他所做的宽松的各种方法 你就能体现出 他到底是怎么玩出花来的 他一开始01年开始了量化宽松 然后紧接着他发现不行 过了几年又开了叫全面量化宽松 过了几年还不行 他就要变成了一个叫量化和质化的宽松 然后过几年觉得还不行 他又换了一个名字 叫做就开始了新的方法 就是提供负利率 负利率完了以后 又对什么不同期限利率的调整 你就看出他对宽松这个事情 他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花 后来实在不行 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益次元量化宽松 特别符合日本漫画的风格 我还以为是二次元 叫益次元量化宽松 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不好起了 但是你也能看出日本这个 在细节上玩出花来 在这个命令上玩出花来 真的是让人不得不叹为冠军 但是他这样量化的宽松 我们看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或者是他这一系列的操作 到底有没有让日本的经济重新复苏起来 但现实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是没有的 日本的经济人均GDP 在95年达到高峰 大概是 将近484万几张美元以后 2021年日本的人均GDP 只有4万美元 也就是说2021年还没有20几年前 将近30年前的人均GDP高 同一时期 美国的人均GDP是小于日本的 但是现在美国的平均GDP 已经超过日本GDP的50% 也就是说 无论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来说 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停滞不涨 没有任何增长的空间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它货币外汇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30年 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 这不能说它之前的这种经济操作 或者经济政策是成功的 反过来可以说它是一个失败的经济政策 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日本经济重盛优胜转出来这个情况 我觉得首先第一 日本就是这种僵化的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 没有按照本国的情况 或者说世界经济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 那么它不适时的降低汇率 充斥流通性 推高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这种膨胀的 资产膨胀的情况 在发现过热以后 又没有节奏粗暴的迎头 给人一拳把这个通胀拦下 然后由此导致的这种经济危机以后 日本政府又同时僵硬的站在原地不动的 在旁边旁观了将近10年 10年以后又发展了这种新的量化政策 以后发现量化没有用 但是它依然用不同方式把量化细节做到极致 已经做到无法再量化的情况下 也没有说想一想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想体现了日本民族或者日本整个这样一个成体的一个性格特点 那么其实我从我这个角度 我觉得最根本的日本的经济 现在这种游胜转转 或者是这种持续的20年 持续的30年 最核心的是日本的产业换代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也就是说 日本的经济在六七十年代的腾飞 是建立在它的制造业 比如说汽车 比如说钢铁 一系列的精密制造业上 但是由于它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前期 把大量的资本用在了购买矿产 购买房地产 用在了投机市场上 使得它没有转化这种制造业也好 或者产业的升起 同时也因为它被美国的这种单独的这种针对 它在其实日本是芯片业最早的一个领军人物 但是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将日本的飞行铁媒体摁下 同时扶植起了韩国和台湾两个芯片业 就等于说你日本经济不是强吗 我扶植起两个小弟跟你直接对抗 直接竞争 所以使得日本我们现在回头看日本 我们现在叫做出来的日本的企业 都是那些老的企业 能用叫做出名的日本的产品 都是上一代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现在脑海里出现的都是老企业 对老的产品 比如说随身厅 比如说日本的汽车 对吧 传统的燃油汽车 所以日本就会出现了一种情况 现在比如说无论是芯片 移动通信 5G 人工智能 或者是这种电动车 我们都看不到 很难看到日本的影子 也就是说日本在新一轮产业换代中 它掉队了 对的 我特别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路易 就是好像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 日本啊 好像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但是突然间到了21世纪 日本好像突然间没了 消失了 对 日本的东西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开玩笑 说日本有一个神奇的能力 叫做点错科技术 日本 日本在任何做一个科技换代好的选择 它都是错误的 比如说它的液晶屏和等离子电视的时候 它选择等离子电视 它在这种电动汽车和混动汽车来的时候 它选择混动汽车 然后它在这种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来 它选择氢燃料电池 就感觉它总是能够选择一个 不是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科技发展方向 就是有一种感觉是吧 就是它的眼光头哪个哪个就不行 对 这个我们不能否定日本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有这种点睛为时的这样的能力 但是有一个潜在的其他的因素 也决定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日本相对来说 封闭或这种不开放的民族性格 它某种程度来说 它在科技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的科技 它都有先发优势 但是它为了让自己独占这种科技的发展的 这种利益也好 或者潜在的利益也好 它用专利 自己用各种各样的结构把这个方向的东西包裹的太严实了 意味着它想自己独占这个行业或者科技发展 技术发展方向的权利 这样会导致其他国家你都独占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你又不跟我分享 所以导致的其实某种东西不是日本点错科技术 而是日本点哪个科技术 就排斥其他的国家也好 或者其他的市场也好 选择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你不开放 是个封闭的 就是体现在日本的另外一种性格 就叫见小利而食大意 有一种感觉就是吃毒食 我要吃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吃 你们谁也没想参与到这个里面 对 就是日本的这种控制意识很强的 他也想学美国 但是你确实没有美国那样的实力 也没有美国背后那样的霸权 能够把自己选择的方向强推进入市场 本身又没有像中国这样广大的内部市场 你自己内部技术 又没办法得到一个很大的推广和发展 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种 综合几个因素 出现了日本现在这种产业换代 没有得过很好的体现 产业发展失去了它原有的动力 但是日本为了维持自己本国 相对比较好的生活水平 我们现在可以看很多人觉得日本 说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二十年 但是很多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也好 或者很多去过日本的 觉得日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很高 对吧 生活水平产品也都很好 日本政府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情况 它采取了量化宽松 也就是不断的发债 现在的数据是这样的 日本的国债 或者日本的这种欠 比如说欠钱 大概是它GDP的260% 你知道经济学有个标准说超过60% 就是紧接线 美国经过几轮的这种大量量化宽松 它的负债率跟GDP将将是100%多一点 但是日本已经达到260% 也就是说日本在没有产业这种动力的前提下 它是通过自己借债 自己印钱自己借 然后无论是向海外去投资美国国债也好 或者去在东南亚或中国开设更多 更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工业 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也好 很多人说的日本在日本的海外 又见到了另外一个日本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说 你抛弃了日本本国的市场 然后又这种虚拟的经济 支撑着一个大家还比较平稳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 但是带来了一个 我认为日本未来最大的一个危机 也就是它本国年轻人或者本国产业 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这种情况 所以招和那儿看见现代年轻人这种状态 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叫做平成废禅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角度 看一看这些平成废禅的 我们是可以理解它 一个过去30年政府印的钱 没有刺激到经济 没有刺激到年轻人应该进的行业里头 而是都到了海外 然后同时日本为了保证大家生活水平 在经济增长的 没有增长的情况下 能够比较稳定 它又提高了社会福利的标准 那社会福利的标准就意味着 它提高税收 这种税收某种程度是对年轻人 对工作人的一种剥夺 而补助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使得日本的这经济系数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按年龄划分 或者你按这种富人和穷人划分 日本的经济系数很高 这使得日本这种阶级过化 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年轻人 我们不许 没有奋斗的欲望 为什么我奋斗也没有结果 日本是一个阶级固化 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我们从政治层面看 日本的国会议员 50%以上 或者50%左右 他的父亲都是国会议员 对 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世袭制 那么世袭制 然后是日本的这种 经济危机以后 这种政策 这种投放大量的资金 让有钱人变得更有钱 有钱人把钱拿到国外去赚钱 老百姓或者年轻人没有得到 使得他们没有一个向上的阶梯 使得老百姓 我干脆不如就宅在家里 我躺平 所以你发现 日本现在有个很多的文化 什么宅文化 对吧 低域社会 年轻人不想工作 不想买房 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这是一个 现在日本 经济也好 或社会结果好 死水 蔚蓝 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导致了日本 逝去的20年 逝去的30年不可怕 而是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年轻人没有希望是最可怕的 对 而且你没有 就等于五年轻人有力无助使 那我就不如躺平 这才是躺平真正的含义 那么说到这 躺平或者什么样 我就想到中国的经济 我们可以从前面讲出的 日本经济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跟日本经济有很大的相似性 无论后来的买买买 中国经济同样经历了去买美国的华尔道夫酒店 去买到地区到处去买足球俱乐部 到处去买名的地标的建筑 也经历这个阶段 但是中国政府 我觉得它是借鉴了 日本政府或者日本经济这个情况 它及时的这种 截住对外购买资产这样的一个趋势 同时从去年开始打压房地产 防止更多的资本进入到房地产 还有一个就是打击教培 打击教培的 它的目的是希望不要让这种阶级固化 要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年轻人 或者是说掌握了没有太多资源的年轻人 能够有自己向上发展的途径 所以说现在提出共同富裕 经常被人理解为说是均贫富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共同富裕 你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更为贴介 就是给每个阶层不同条件的人 一个公平向上发展的机会 哪怕这个机会 你的目标越大 你需要付出努力越多 当然会产生内卷 但是不要剥夺他们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出身 因为他们的掌握的资源的多少 而剥夺他们的机会 这样的躺平 那中国就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是借鉴了日本 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现在情况 它在不断的动态调整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政策也好 或者是整个的经济的走向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 一系列经济调整的政策和它的目的 所以从未来的国家发展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其实包括现在也有年轻人说到这个躺平 包括从日本传来的这种 所谓丧文化 还有韩国的那种 这种绝望青年的那种感受 那中国其实也在未来 可能会将面临日本同样的问题 所以中国也在 国家也在尽可能的去调控这种情况 所以一个国家来讲 还是年轻人有希望 这个国家才有未来 才有力量 再有一点时间说一下美国 对于日本这个 日本对于美国这种学习意义 就是应该说全世界的央行 是日本最开心时 变化宽松 然后美国在08年经济月底以后 或者是在疫情以后 它也在学习这种宽松 然后它学习这种 用国家放债来支撑这种经济 但是日本的前者正见希望美国也能看到 这种全靠金融资本 没有制造业支撑 或者说你无法汇集更广大人民群众 或者是美国人民这样的一种经济政策 带来的结果就是未来就是分裂 我想通过不同国家的这种社会风格 社会文化 在日本形成这种躺文化或者丧文化 在美国形成的可能就是自由购 或者是用枪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文化了 我觉得从这个讲的说 美国应该考虑一下 到底怎么样去发展自己本国的经济 而不是被那些资本所裹挟 当然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人看看 能不能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了 所以这个尤其是这种由被这种巨大的 这些资本的这些财阀巨头所控制的美国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你像美国的那种奶头乐文化 从你出生开始 你就被你的人生就已经被制定好了 你这辈子也就这个意思 虽然你看起来并不像日本的这种 年龙制的这种感觉 你就出生你就要面对这些 但是其实也是有另外一只无形的手 也在操控着你的命运 在美国也是这样 对 所以一个国家 我们觉得还是说 韩门有机会 你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 透过自己的竞争 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未来 让你的人生 让你的家族未来可以有希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这个国家整体上 其实还是更有希望 而不是让你一少部分人 这个躺在金字塔的顶端 是这样吧 对对对 就是希望有一个从底而上的浅进的动力 而不是说上层去剥夺了或者占有了底层的发展的机会 和成为一个成功人生的这样一个权利 这样至少我们每个人 人人都有机会 虽然个个没把握 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至少你有可能性 对吧 你连可能性都没有 那我就躺了 不就完了吗 努力有什么用 其实是这个意思 好的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感谢我们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金融老司机路易 一路带大家从日本 一路经济腾飞走到今天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基本的日本的经济情况 那么未来 我们还会请路易 来继续来讨论其他更多有趣 有意思的话题 带给大家分享 同时呢 如果您喜欢本节目的这个风格的话 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在咱们频道下方留言 那也欢迎您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